日前,57岁的香港市民李博因意见不同而遭暴徒点火烧伤,香港警方经过追查以非法集结罪拘捕了涉及李博案的一男一女,细夫妻欢喜,11月20日,这对夫妇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。 两人各被控一项,在公共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罪,暂时无需答辩,法官批准两人以1000港元保释,案件押后至2020年1月29日再审讯。 据了解,两名被告依次为33岁的女性陈海云和39岁的男性邝耀文,两人均报称文员,香港警方于11月18日在机场景区拘捕陈海云,在湾仔景区拘捕邝耀文。 案件事发于11月11日下午近1时,在香港马鞍山一处天桥上,李博一因布满车站被破坏,而与在场的暴徒发生争吵,期间有暴徒竟然向李博焦零一然液体并点火焚烧,导致李博全身四成皮肤二级烧伤,生命一度处于危急状态。 控方表示,李博被烧伤后至今没有清醒,不能录取口供。 控罪指陈海云和邝耀文两人在事发现场的公众地方骂脏话,做出扰乱秩序行为,既以挑衅性语言叫嚣,即挑衅他人破坏社会安宁。 该行为相当可能会导致社会安宁破坏,控方不反对两被告保释,但申请将案件压后至2020年1月再审,以做进一步调查,包括寻找证人及公众片段,翻查闭录电视片段等。